接下来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看看天文学家 发现这一颗最亮脉冲星 它每秒钟闪烁三次 位在大脉折纹星系当中 亮度是银河系外 其他脉冲星的十倍左右 但是由于星体积非常的小 发出来的光跟辐射 不容易被发现 因此科学家目前发现的脉冲星 大概是两千多颗 而且大多数都是在银河系之内 在系外的数量非常的少 那这回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一块来看看 2019年3月天文学家 利用NASA费米伽马射箭 太空望远镜 发现一颗名为PSRJ0002-6216的脉冲星 它距离地球约6500光年 每秒旋转8.7次 飞行速度每小时达400万公里 比一般脉冲星还要快5倍 无线电更观测到 这颗脉冲星留下了一条明显的尾巴 延伸长达13光年 2022年5月 澳洲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一颗脉冲星 命名为PSRJ0523-7125 它每秒闪烁三次 位于大脉折轮星系 距离地球约16万光年 亮度是银河系外其他脉冲星的10倍 脉冲星其实是中止星的一个现象 中止星的因为它的磁场非常的强 所以如果说它的磁场呢 通常也不会是在它的转轴的那一个方向 会稍微偏一点点 如果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被它的那个 磁场所造成的无线电少到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它这样子 如脉冻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脉冲星或者是脉冻星 原来当恒星经历超新星爆炸后 可能会变成中止星或黑洞 其中在中止星又可细分出脉冲星和磁星 磁星顾名思义具有很大的磁场 脉冲星则是会周期性发射脉冲讯号 脉冲星它其实是一种致命天体 所以说它的特色就是说它的体积非常的小 但是它的质量跟一般的恒星差不多 也就是说有几个太阳质量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的磁场强度会非常的强 而且它会转动得非常的快 观测数据显示脉冲星每秒转动至少一圈 因为体积非常小 发出来的光跟辐射相较之下更小 也不容易发现 科学家目前发现的脉冲星大概有2000多颗 多数在银河系内 在银河系外的数量非常稀少 而这次会发现是把电波望远镜 装上一种像太阳眼镜的特殊滤镜 才捕捉到脉冲星的独特偏振光 因为这一颗它的脉冲星呢 它在其他的一些无线电的光源里面 所以说它比较难跟在里面凸显出来 但是这一次这个团队呢 它所用的一个是一个偏振的技术 也就是说脉冲星它有比较 发出比较强的一个特定的偏振光 所以说它用这个偏振技术呢 有点像是我们的偏振的太阳眼镜一样 它就可以把其他的雜光给过滤 让这个脉冲星给凸显出来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科学家们也能观测到 更多宇宙间不同星体的变化 也期待能利用这项新的技术 找到更多的脉冲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